这丫头的心性不错 也很努力 但毕竟还是太年轻了 银湖这一招很常见 它就是让你焦虑 趁着你没有耐心的时候 彻底地干掉你 现在它不出来 就是在跟你熬时间 那 我再等等 灵霄犹豫了一下 然后切断了与叶好轩之间的联系 那些人还不来 是不是消息有问题啊 安西路看了叶好轩一眼 不太清楚 对方有点来头 而且也懂得虚虚实实地跟我们玩 不过他这个人太自负 我觉得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的 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 那个林玉 说好的今天晚上 凌晨之前会把这个东西偷走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 那他现在应该也快动手了 安西路 安西路笑道 你是希望他动手 还是不希望他动手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 这个很难说 安西路 安西路 不自信呢 叶好玄妃威仪想 其实你这样想就行了 她再厉害 也不过是两个肩膀 扛一只脑袋 她也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你为什么要怕她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我还是有些不自信 能被称为盗族 她一定有过人的地方 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只是因为不甘心罢了 安息露想了想到 我这个人喜欢挑战自我 哪怕是我不自信 但只要有一点机会 我还是想上前去试试 你说的也不错 她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叶好玄无语地摇摇头 对于安息露的这种奇怪的想法 她有些无语 女人嘛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纠结 就在这个时候 叶好玄猛地抬起头 看向屋底 他们现在是在广场商场的一楼 楼顶是天花板 而且还有一条空调的管道 安息露的警惕性极高 当叶好玄警惕地 向上边看的时候 她已经反手从自己的腰间 抽出了一把手枪 警惕地看着上方 上面有动静 以叶好轩的能力不难听出来 是有一个人在空调管道里面走动着 但是听这个人的脚步 以及感觉到的气息 似乎是有些不大对 突然 咔嚓一声 天花板裂开了 一条人影扑通一声从上面跌落下来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浸装的女人 正是白天见过的林玉 她一头栽倒在地上 没有一点声息了 与此同时 刚刚破裂而开的天花板 一丝若有若无的香味 从中传了进来 不仅是这里 其他的地方也一样 一丝青烟顺着空调管道 传遍了整个商场 林玉 我看你还往哪里逃 安息露双手持枪 上前就要把她给抓起来 可是 她刚刚向前走了两步 就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一时间 她手中脚轻 再也站不起来了 叶好轩心中一领 暗叫不好 中招了 她连忙拿起耳机吼道 所有人注意 关掉空调 空调里面有迷烟 所有人都注意 但是她的吼声 终究还是忘了一步 根本就没有人回答她 从她的耳机里 传出来接二连三的扑通声 很显然是有更多的人 中招倒闭了 林玉 林玉 你还在吗 叶好轩切换到了 专用的频道 这是她专门 与林玉联系的频道 但是耳机里面 没有一点声音 很显然 林霄也中招了 救 救我 林玉宇还有一丝意识 她向叶好轩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声音 叶好轩大步上前 伸手扯下了她的劲状 她身上并没有被发现那种红色的斑底 林玉宇是为明道 她是前不久才抵达这里的 所以她没有赶上那场流感 叶好轩不清楚这里迷烟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二级病原体 但是现在的情况容不得她一丝的马虎 她伸手搭在林玉宇的脉托上 搭过了之后 叶好轩这才松了一口气 因为林玉宇的身体显示 只是中了一点泥烟 她并没有大碍 叶好轩迅速地取出金针 在她的身上刺了几下 片刻以后 林玉宇的意识清醒了过来 叶好轩转身抓着 安息露的手腕 一搭之下 她的眉头就紧锁了起来 果不其然啊 安息露是流感地携带着 而刚刚的迷烟里面 掺杂有二级的病原体 现在的安息露情况不是太好 叶好轩不清楚 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接触过流感 但是现在已经是个大麻烦 盈湖那孙贼果然是狡猾得很 现实容不得她去多想 叶好轩迅速地为安息露行针 也阻断她身体中的病毒蔓延 现在她中毒不深 还能救回来 忙活了五六分钟 安息露总算是醒过来了 她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摸向自己的手枪 虽然现在她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但她还是努力地抓住自己的手枪 指向了林玉宇 不许动 安息露拼尽全力 把手中的手枪指向了林玉 刚才中过迷烟的她 基本上是没有一点力气的 手脚几乎都不听她实话 可尽管是这样 安息露还是举着手枪 努力地不让自己倒下 因为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 盗族林玉 如果一个不小心 很有可能会让她再次逃脱 生生吧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 叶浩轩有些无语地说 她取下了安息露的手枪 扶着她靠在了墙上 林玉玉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爬起来 然后靠到了另外一边的墙角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玉喘了一口气 然后问道 你的运气真好啊 叶浩轩笑道 百年难得一遇的大事 居然让你给遇上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中迷烟了 这怎么会有迷烟啊 林玉显然对自己中招的事情 还有些耿耿于怀 她是道祖啊 她可是那种上天入地 无所不能的人物 可是她居然在这里栽了一个跟头 这让她心情十分的不愉快 果然是道祖 说一不二 你说今天凌晨让这东西消失 今天晚上果然来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不过这一次 你恐怕要失手了 叶浩轩 你跟她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把她抓起来 安西路努力地坐直了身子 姐姐 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了好不好 你得庆幸你遇到了我 不然的话 你现在早已经一身血泡地倒在地上了 叶浩轩略有无语地说 这女人太敬意了 林玉玉现在的情况好了点 只是刚刚中了迷烟 她身上没有力气 但她能勉强地站起来 你站住 别走 安西路举起手中的手枪 对准了林玉玉 我现在就是想走 恐怕也走不出去了 林玉玉倒是很清醒 她知道这里出问题了 先把枪放下吧 我们现在被困住了 我们的那些同事 估计全部中毒倒地了 叶浩轩 下了安西路的手枪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西路有些心惊地问道 鹰狐来了 我就知道这孙子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果然 之前她五点要来的消息 是完全放出来迷惑我们的 她一直到半夜才来 就是趁着这个时机迷倒我们 其他人怎么样了 安西路问道 恐怕不是太好 因为那家伙把迷烟 放到了空调管道里面 迷烟顺着空调的管道 直接弥漫了整个商场 而且迷烟中携带有 二级的病原体 不过因为迷烟的缘故 二级病原体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所以发作起来也比较慢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安西路坐直了身子 他瞪了一眼林玉 他是警察 林玉是贼 他对于贼来说没有一点好感 先看看吧 我试着联系一下其他人 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 你们外围没有安排人吗 林玉问道 他挽起了散落的头发 现在显得精神多了 叶好轩这才发现 原来这妹子也挺漂亮的 唉 安排人了 不过人数不多 现在恐怕都被放倒了 阴湖可不是一般人啊 叶好轩叹了一口气 那怎么办 林玉有些无语地说 今天出门 我没有看皇帝 早直都是这样 我就不下手了 那也是你活该 安息露冷哼了一声 安大警官 你似乎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啊 林玉看着安息露 他笑隐隐地说 我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我一向是杀夫济贫的 贼就是贼 没有什么好说的 安息露道 你怎么个杀夫妻贫妇 叶好轩有些感兴趣的 问道 我有一个名字 叫做林济明 这个名字 你知道吗 林玉问道 林济明 那个神秘的慈善家 十年前至今 每年都要捐出数亿资产 给慈善机构的那个人 叶好轩微微的一争 不错 就是我 林玉一点头道 我大部分到来的财物呢 都捐了出去 自己手里没有留多少 这也是为什么 我这些年这么疯狂 去盗窃的原因 而且你们警方 查不到我的账户 那是因为 我账户里 根本就没有多少钱 难怪会这样 安息路难难地说 三年前的那场盗窃 是我负责的 难怪你这么着急地 要抓到我了 原来你是想快点 报了当年那剑之仇啊 林玉呵呵地笑道 不过不好意思啊 让你失望了 算命的人说过 我一旦成名 就如龙游大海 想抓到我 没门 我会抓到你的 安息路咬牙切齿地说 我说安大警官啊 咱们现在正在危险的关头 真的没有必要再这样撕下去 而且我觉得 一个人的善恶 并不能局限于他的职业 如果你抓了他 他就不会向慈善机构捐钱了 那样的话 你岂不是在作恶吗 这 安息路微微地一争 叶昊轩说的话 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他天生一副 极恶如仇的性格 让他放过淋浴 不计较他以前做过的事情 他自问 自己是做不到的 行了 先休息一下吧 之前那场流感的时候 你感染流感了 虽然没有症状 但是你的身体里面 携带了那些病毒的载体 你得庆幸你遇到了我 否则的话 你现在的情况 跟养猪场的那位情况 差不多了 那其他人呢 林玉宇着急地问 他们也是经历 那你放心吧 这次抽调的部队 不是越城军区的 而是从其他的军区调来的 所以受影响的人 应该不算很多 那就好 安息路松了一口气 随即 他有些诧异地 看着叶昊轩道 你们怎么会想到 从外地调人 难道你们一早 就知道会这样吗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叶昊轩看了安息路一眼 我们事先已经知道 这家伙要释放二级病原体 而且之前 越军方的人都经历过流感 迎户释放第一波流感的原因 就是为让所有人都植入 病毒的载体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出动本地军方的人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只好从外地 调来武警和部队 来参与这次行动 这种病毒虽然厉害 但是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 如果不是有第一波的载体 他在人体里面 根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原来这样 安息路这才恍然大悟 他这才发现自己 与国安中人的差距 原来他想不到的东西 别人一早就想到了 他顿了顿道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待在这里别动 我去看看其他人 叶好璇站起来的 他所负责的C区 只有外皇室的那个柜台 而且还是独立的 因为这玩意儿太值钱了 所以在他外面 加了一层厚厚的防弹玻璃之外 他还处在一个独立的空间里 只要一有情况发生 这里就会彻底的与外界隔绝 刚才迷烟一出 林玉玉扑通一声 从天花板上跌落下来 所以触动了自动的报警系统 现在屋子四周已经封闭了起来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 安西路站起来 但是他一个手中矫情 差点就倒在了地上 行了行了行了 你现在的情况 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你感觉 你还能跟我一起出去看吗 叶好轩连忙扶着他坐了下来 我和你一起去吧 林玉玉站了起来 他的体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能被称之为道祖 他肯定是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的 不用了 你留在这里 帮我照顾一下他 叶好轩看了看时间 我大概十分钟左右回来 你有联系方式吗 我已经进入你们的公众频道了 有什么事情 直接用耳机跟我联系就行了 林玉玉道 那好 他在这里不要动 我先过去看看情况再说 叶好轩点点头 他转身对安西路道 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 把个人的情绪先放到一边去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从这个地方离开 知道吗 我不用他保护 安西路横眉竖眼地说 你不需要他保护 那你现在有本事就站起来 给我做一百个俯卧撑试试 叶好轩演一瞪 这个女人完全就是不可理喻 你 安西路有些为难地看着叶好轩 如果是在平时 他做一百个俯卧撑 简直就跟玩似的 但现在人家中毒了好不好 这人完全就是强人所难嘛 照顾不好自己 还不让别人保护 有你这么任性的人 听话 老实待在这里 不然的话 我出去以后 让你上级把你转到文职去工作 别 安西路大惊 他有些委屈地说 行了行了 呆着就呆着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还差不多 叶好轩咧嘴笑了 他知道安西路这种人 是不甘寂寞的 让他去做文职 那简直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他是属于那种一天不抓贼 就感觉浑身上下 不舒服的人 有什么事 我先黃子